勾剑刚建立越国时 就和北边的吴王河驴起了冲突 三天两头干架 传奇的吴越春秋开始了 没多久 河驴就死在了勾剑手上 于是河驴的儿子夫差上位 气呼呼把越国一顿胖揍 勾剑赶紧求饶 大哥大哥别杀我 夫差的大将吴子虚赶紧说 这是后患咱不能留下的吧 但其他人却帮勾剑说话 让勾剑逃过一死 他那种美人呢 这个美女公关就是西施 16岁的年纪 60岁的心脏 没事就心赛 然后就用小拳拳吹心口 那风韵次次击中夫差命门 于是这边的西施稳住夫差 那边的勾剑远离舒适区 睡稻草吃苦胆 全面降低时速标准 夫差赢了勾剑后 不可一世 老想着北上伐旗 吴子虚这个耿直boy就说了 人家好歹是老婆大棍 你这步子卖大了会扯着蛋的呀 夫差一听这话炸毛了 给他扔了一把熟绿剑 你去死吧 于是忠心的吴子虚就被刺死了 而一只暗中观察不停恢复元气的勾剑很快崛起 他趁夫差北上一举击败吴国 成了春秋最后一个霸主 我说什么来着 我说什么来着